细胞中基因表现量的增加与何者有关? 请看好题目,他问的是 基因表现增加 基因表现量增加 题目要看清楚哦 好,他问的是基因表现 就是指这个基因转入转易的效率 转入转易的程度 好,A跟那个C可以直接插掉 A是指DNA复制 DNA复制DNA变多了 跟基因表现没有关系 A在讲复制 我的题目再问转入转易 讲基因表现 同样的DNA修复能力增加 是指我DNA不容易突变 跟DNA的表现也没有关系 所以A跟C直接插掉了 它跟基因的表现量没有关系的 好,我们看这个B选项 他说MRNA的稳定度下降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MRNA在成熟时 不是会加头五端帽三端尾 三端会加尾巴 尾巴如果越长 它被切割的时间就要越久 才会切到肚子 所以这个三端的尾巴 决定了你的寿命 对不对?寿命 好,那如果你今天的三端尾巴 好短哦,好短哦 代表是不是寿命很短 寿命很短就代表不稳定 其他人要三天才能分解到 你一天就分解掉了 所以你很不稳定啊 那就是稳定度下降的意思 所以当稳定度下降了 代表什么? 蛋白质的表现减少啊 叫做基因表现量下降 好,各位了解意思吗? 如果你的多线飘力位很长 人家可以连续转移三天 你呢,只转移一天 RNA就分解掉了 人家是三天的量 你只有一天的量 所以B选项 当你的RNA稳定度下降了 很快被分解掉 你的蛋白质产量就下降 代表基因表现量下降 而不是增加 所以B不是答案 它不是增加而是下降 好,我们看猪选项 启动该基因的转入因子活性增加 我们的基因前面 都会有所谓的启动子 这是基因 启动子呢 就是让RNAGMA降落 而启动了你基因的转入 所以启动子如果变强 这个强 你的RNAGMA就会降落 降落,降落,降落 比较高频率 那你就会转入,转入,转入出 比较多的mRNA 这时候你的基因所产生的蛋白质 当然就会变多了 所以猪选项 最后你的 因为转入因子的作用 使得你的启动子活性变高 RNAGMA更容易降落,频率变高 那基因的表现就变高了 变多了 所以猪选项 基因表现量增加 所以只有猪选项 符合题目的要求 我的基因表现量必须增加 猪适会增加你的表现量低